V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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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約了一個朋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Dolby 影響 是很出名的 他們的DONUTS一出就馬上廟買了 就是我朋友一個一個親手做的 他就會比較害羞 我不知道他一會不會想讓我拍 因為我很久很久沒見他 以前住港島的時候 我們就一起做健身 那一陣子就很朋友 因為住得近就經常一起玩 現在他又忙了又忙 又住遠了所以很久沒約了 現在就終於約出來見面了 那我就上網找了一間在赤柱的cafe 好像挺漂亮的 我看到的照片 所以去潮升一下 還有打卡 我拍你回來啦 突然你整晚 這麼晚才回來呢? 我去買東西給你吃嘛 慰勞一下你嘛 熱的 不要吃冰 女生吃這麼多冰的東西 吃我叔似的 為什麼對我這麼好? 我對你很開心 以前我經常買私事給你吃的 我吃了飯了 我最近 都是不斷自己一個吃飯 因為我 通常都是聶神 吃飯 今天算早了 你知道嗎? 12點 很難受 我不要需要你的陪伴 你看看 站在我的臉 濕透了 你看看 為什麼你做事永遠都是這樣 我真的不知道 要這樣開的嘛 不是這樣開的 你看看你這樣已經壓到汁的蛋出來 你要慢慢左右這樣開 這東西都壓到中間 當然會爆出來 但是 我看這粥真的很好吃 It's so good So creamy 它的質感就像一個 很軟綿綿的 白蓮蓉 雙蛋黃床肉 那些什麼 你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 雙蛋黃白蓮蓉 床肉 那些床肉 我又不是吃過床肉 剛剛開的那些又沒有了 走生氣了 我覺得剛剛很開心的 現在都很開心 現在都很開心 你偷了我一塊豬 哈哈 哈哈 好像原來有兩塊的我 糟糕 你已經吃了一塊了 我只有一塊了 我拿著箱子拿回一塊 只有三塊 我給你兩塊了 好意思 這個 真的嗎? 我吃東西可不可以 不要那麼大聲 我如果不是那麼大聲 就 因為你是熟女 不是 我很不喜歡聽聲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我這些粗人 吃東西是有聲 沒關係 沒關係 讓我示範一下 吃東西 沒有聲 很辛苦 不是 我平常都是這樣 你也覺得挺辛苦 整人都要這樣拘謹 我覺得很辛苦 因為我經常都要聽這些聲 因為你想發出一些聲 但是我發出了 你又沒有 我想說很多朋友都很明白 為什麼會不喜歡聽這些小小聲 那我也不是很大聲 Belly loud Let's replay 你試一下訓練 很少的 而且你這些熱的東西 你要慢慢放進去 所以你知不知道 吃粥是有一個技術的 如果你是很熱 那碗東西 都說你想搶了碗粥吃 你只在表面上 但不要在表面上 不要在表面上 其實溫度已經是剛剛好完美 可以吃了 那你就可以 This is how you eat Eat like a human being 咪咪 咪咪 自己呀BB 你要自己 Hello 我現在是攝影師Wuwu 在開機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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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說什麼 我講完了很久 Lana 還沒有 Hello 你要講一個故事 Hello 大家好 我現在就回家吃團年飯 So sad 因為Tyrisa說她沒有車 所以不要來 Show off your little stickers 非常好 非常好 大家好 我是Constance 我們像不像樣呢 我今年五歲 我今年二十歲 我今年二十歲 看看這個 Sly 媽媽的goody Yah 今天其實是我的生日 那我今天做了什麼 我什麼都沒有做過 因為昨晚呢 就在師母家打麻將 打到凌晨五六點 所以今早就睡到兩點 然後剛剛就去了彭福放狗 我們現在呢 要做一些正經的事情 買了這張地毯 打算鋪在梳化底 之前其實買了好幾個月 但是她剛剛才到 所以我們要實踐這件事 Get this done baby It's so pretty 多美 Waah So nice 這個就是還沒鋪地毯前的樣子 搞定 先脆脆 好舒服 正 這個是最麻痹的生日飯 有歐山送的花 然後有歐山煮的雲南米線 然後有歐山買的 巧克力巧克力果肉 然後新年現在要吃這個麥麥年糕 我配這個 雲南米線 然後我呢 就要喝一杯EARL GRAY茶 這是什麼combo 很有品味 我們真的 泰式品味人生 剛剛收到一個新聞 就說 Carrie又要lock down 超級市場 超級市場 購物店 那些 我聽到就很害怕 所以現在馬上衝去超級市場 以備不時之需 幸好還有 不過已經掃清了 這些東西 竟然菇沒有了 來到了 我覺得這個馬仔 拖鞋 這個要來做什麼啊 手指拖鞋 到來了 哈囉 最近真的很大壓力 不過我相信不是只有我一個 有很多人 這個 mental health是很嚴重的 加上現在COVID 很多事情都不太明白 令人很震驚 既然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覺得大家 都要儘量保持 positive 我最近有本書 想跟大家介紹 這個是Mini 買給我的生日禮物 就叫做 What they forgot to teach you at school 所以說 emotion intelligence 我也覺得是 學校沒有教 但我們每個人都很需要學的 一邊看 我覺得每一版都是很有意思 為什麼我們人生要被教育 控制了我們這麼多東西 為什麼好像我們進不到大學 或者讀書 讀得不好 就影響了我們一生 但其實有很多東西 學校或者書本上 未必有教導我們的東西 Under這個這麼差的情況之下 其實都可以培養一些新的興趣 其實我自己本身 是不看書的 我一看書 我就會吸眼粉 但我又知道 看書其實對我們有很多好處 我覺得是值得去逼自己 是值得去選擇的一種興趣 反正現在 大家的 mental health 都很糟糕 那我就 希望大家 Have a good year 好啦 好多謝大家 今次看我這個vlog 我會很快見到你們了 Bye